哈哈哈哈 不是 你现在怀孕了吧 我上次给你怎么说的 我让你继续怀孕吗 是 上次您是跟他说 您问了那个麻醉科的 忘记哪个了 然后您说 就等他怀孕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有麻绝吗 对 然后到时候再来手术 因为那时候只有他自己来 家属没来 他现在就是家属一起来了 不是 本来我是安心回去 等了你帮我去手术了 他说情况可能有点复杂 叫我去面谈 就帮我给吓的 你去了没有 去了 然后怎么面谈的 他的意思就是要手术 要手术 但是不要怀孕期间做手术 他们的手术方案就是 肯定要做CT 就是怀孕期间要做CT定位 然后做完以后三个月 我从来做手术不定位 我知道它长在哪里 不需要定位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再问清楚 我观察了很多怀孕 也没问题的 但是我上次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 你的节节的密度稍高一点 又贴着胸膜长 我不敢给你保证 因为我观察到的都是长在肺中间那些人 那些人呢 我观察的几十个人都没问题 都没加重 但是你呢 就是确实密度稍高一些 又贴着胸膜 我不能保证你 所以我也帮你问了 也没收你一分钱 问了我们的麻醉主任 他认为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做这个手术是安全的 所以如果你愿意 可以三个月给你安排 我这里任何人做手术我都不定位的 不定位 都我都能切得到 你以后三个月还要再复查吗 一般他们的规定 做了就算了 你怀孕了就不要搞那些复杂动作了 因为我就怕CT嘛 他说他们那边必须要CT 他就建议就是你自己选了 反正你肯定就是如果要那个安全基建 他就说 那肯定就是建议把小孩子打掉 然后过一个月去做手术 他说因为你怀孕期间做手术 他不能担保没有服事啊 他是肯定会有辐射的 辐射多少都会有的 医院都是有辐射的 但是那些都是正常的 当然手机都有辐射的 都能承受得了的辐射 包括比如说你做完手术拍一张胸片呀 这个都没问题 保护好肚子 造个胸片 那个辐射机 我又不要穿 穿一些防辐射的衣服 不用吧 你平时都这样来回都没事的 他还说什么 如果那个造了CT的病人 在我面前晃悠都会辐射到我 我说不是吧 你这不是吓唬人的吗 那胡扯了 你平时走到路上 人家都不单是造CT 人家做了很多那些派的CT 和医学都做了 你要是那样的都出问题 那就是你的身体就很差 你就该出问题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自己定吧 好 那你能帮我看一下21年的那个CT吗 21年跟23年我都考过来了 他又说因为贴胸膜可能比较危险 我就问了他怎么个危险 他说你如果一穿透胸膜 他就直接变成中期了 就变成暖期了 穿透就变成暖期了 那我就吓得要死了 那我就想到 我就想明天你去做手术饭吧 21年的也是这样子的 变化稍稍饱满不明显 所以你这个节节 说实话安全的 安全的话 如果不做 我认为也行 但是我是不敢给你保证 万一有问题 我不敢给你保证 因为它长得太特殊了 但是基本可以说 这个节节是惰性的 它是偏恶性程度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把它做掉 它是最安全的 你自己定吧 我觉得如果稍稍鼓足点勇气 不做 不做 也行 我还是怕 我在做还是在做 因为21年也是挺大的 密度挺高的